嗨 guys,欢迎回到初心熟男 说到美少年,你第一个会想到谁呢? 过去曾有段时间,只要提到美少年这个名词 许多女性的心中就只会有薄园虫这个名字 不只在日本,那时全亚洲都因为她掀起了一股追星热潮 但就在人气如日中天之际,她却突然消失在荧瓜木前 就像是一场捉弄粉丝们的恶作剧 先让你爱上她,再淘气地离开 也让许多人至今依旧好奇 薄园虫为何消失了,她到底去了哪里呢? 今天我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以及聊聊这位世纪末美少年 Kashiwabara Takaishi,薄园虫 1977年,薄园虫出生于日本兵库县的神户室 由于父亲是公司社长 家境优渥的他一出生就像是个小少爷 从没有为生活烦恼过 身为家中的长子,他从小就性格稳重 也会帮忙妈妈照顾弟妹 跟许多日本男孩一样 他受到少年漫画Jump的影响很深 特别喜爱棒球、足球之类的运动 由于薄园虫的长相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洋派气质 经常被误认为混血儿 在16岁那年 他妈妈的朋友偷偷将他的照片寄给杂志社 参加Juno Superboy Contest 这个专门选拔小鲜肉的比赛 想不到通过资料审查 进入复赛的薄园虫在听到之后居然回答 这时对于朋友的好意骑虎难下的妈妈刚好发现 两兄弟正对着电视节目在介绍的东京拉面店 咪咪猛吞口水 于是就说 不然有去试镜的话 我们就顺便开车去八王子吃拉面 抵挡不住拉面的诱惑 薄园虫很敷衍地参加了试镜 一脸不屑只想赶快去吃拉面的表情 居然获得评审们的一致好评 就这样戏剧性的夺下冠军进入演艺圈 附带一提 这场选拔的亚军是伊藤英明 之后我也会找个时间来介绍他的 被妈妈与母亲好友设局 意外踏入演艺圈的薄园虫 在刚出道的几部作品 因为演技生硬没有情感 每天都被导演批评 让他相当挫折 加上当明星什么的 他本来就没什么兴趣 比较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 所以他告诉经纪公司他不想干了 想回家念书考大学将来当个老师 但这时电影导演严谨俊瑞 在看到薄园虫之后相当震惊 觉得他在年龄外形与气质上 完全符合心目中对男主角的设定 便很积极地争取他演出 只是对演艺事业灰心的他并没有答应 后来经纪公司得知薄园虫的偶像是中山美岁 便释出消息暗示他 听说中山美岁也会出演哦 想见到他本人的话 就只有这个机会了吧 就这样继拉面之后 薄园虫再度抵挡不住诱惑 演出了一部改变他人生的电影 核园和友 はい 藤井一月 はい どうせ同盟か 初めて見た 村岡忍 旗で聞いてる文人は面白いでしょ でも当人たちには結構辛い日々でした 藤井君 明日の日常来る誰だっけ 藤井一月 暑いね 冷静的雪地 清新的空气 就连爱情都透明到不可思议 这就是情書在多数影迷们心中留下的印象 薄园虫的外表优势在这部电影里充分发挥 一双漫不经心却又似水情深的双眼 加上挺拔的鼻子与慵懒的气质 满足许多少女心中对于理想学生情人的想象 尤其是她倚川看书 阳光从身后写过的画面 短短七秒 不知道被多少少女们反复细赏 据说这一幕并非正式演出 而是严谨俊二在休息时安排让他到窗边看书再偷偷拍下来的 所以我们在看到那一幕时就是薄园虫最真实的样子 虽然情书里是本色演出的成分居多 但这个角色在他的演绎下却抢眼到不行 那个不断用捉弄人的行为来掩饰自己心意的少年 在女方难堪的时候却毫无保留的挺身而出 不只是女性就连男性看了都被唤起当年初恋的记忆 经典的程度可以说是薄园虫之后再无藤井树 情书这部两个小时的电影里 薄园虫只出现不到20分钟 但他却靠着这令人惊艳的形象 拿下日本电影学院奖中的最佳新人 一扫过去不会演戏的恶评 电影中中山美岁那一句句的 想骗天狗山的雪地 也想骗了全亚洲 情书这部日系纯爱电影上映后叫好又叫做 在多个国家掀起观影热潮 而随着情书的热印 薄园虫也知名度大开 贡献了许多少女们的心 日本媒体因此给了他一个 20世纪末美少年的称号 立下了日系美少年的典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隔年 经纪公司像是抓到走红的公式 让薄园虫出演那些日子以来这部日剧 他在里头饰演一名家境富裕的自幽生 而与他演对手戏的 正是情书里的少女版藤锦树《久经美记》 这部日剧尽管多了一份入世 但故事背景与画面仿佛是情书未完的续集 中学课桌椅 静白制服和未果的爱情 如果你着迷于情书中博人崇俊秀的外表 看完又感到意犹未尽 那么推荐你可以看看这部《那些日子以来》 来补足没有看够的缺憾 除此之外 有许多漫画改编的真人版作品 也纷纷锁定这位新生代的人气偶像 例如他第一次担任日剧主角 就是由富士电视台改编自知名美食漫画的匠态的寿司 另外一部同样改编自浮本身形的人气麻将漫画 《豆排传说》的作品 也是由他演出暗黑世界里的天才却是赤木帽 在这两部作品中 观众也能看到不愿从努力热血与逞凶斗狠的另一面 只是可能天生颜值太高 我觉得以他的帅度跟漫画中的主角相比 还原度反而低到有点尴尬 只能说漫改主角帅到会让人出戏是不允许的 念在你有创意 够噱头 再拍一部啦 1996年 博元崇再度演出漫改作品的男主角 在《恶作剧之吻》这部日剧中饰演一名校园里的白马王子 这个角色是个拥有IQ200的高智商天才 不论身材外貌或是学业运动都是顶尖的存在 但冷酷的个性与毒舌的言论也让他格外有距离感 与单纯朴实 笨手笨脚 而且耳朵特别像天线宝宝的女主角 有着很大的反差 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 却在姻缘机会下擦出了心动的火花 这种会姑娘追求理想爱情的故事 击中了许多少女们对于谈恋爱的想象 让恶作剧之吻成为历久不衰的经典IP 之后被多个国家不断翻拍 尽管如此 许多人心中最完美的版本 仍然是初代的日剧版 这背后原因绝对跟博源重脱不了关系 原著里入江直树的角色设定 搭配他那淡默的帅脸以及傲娇的表情 同调率高到破表 加上那种任性霸道的求爱方式 不知道让多少女性朋友看剧看到腿软 深陷于她的魅力下无法自拔 客作剧之吻在日本的平均收视率 是10.1% 坦白说这个成绩在那个年代 只能算是差强人意 但此剧在被台湾与香港引进后 引发了极大的轰动 创下一年重播7次 每一次的收视率还居高不下的惊人记录 至今仍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够超越 也让博源重在亚洲又爆红了一波 还记得那时我们所有的男同学 在班上女生的眼中就跟垃圾了一样 好像只有植树才是唯一的真理 在故事的下半场开始之前 我想要分享一个对爱看影视作品的朋友来说 相当便利和安全的服务 Surfshark VPN 透过Surfshark可以打破区域的限制 在各大平台上享用全世界地区限定的内容 例如Disney Plus上的漫威影集 或是HBO Max上的华纳电影 Surfshark的主要特点是只要一个订阅账号 就可以在无线的装置上同时使用 并支援各种平台、浏览器与系统程式 严格保护网络安全 坚持不保留使用者的资料 作为一个长时间的VPN使用者 我自己的心得是 Surfshark不论是安装或是使用起来都十分简单方便 在连接与跳转时也都相当快速 用过之后你就会看到新的世界 Surfshark的价格也非常有竞争力 而且超好看的特殊优惠也帮各位准备好了 只要点击资讯栏中的连接 在购买时输入初心熟难的专属折扣码 TRUXIN 就可以节省高达83%的费用再多送你三个月 如果试用后不满意 还有30天的保证退费机制 有兴趣的朋友们欢迎试用看看哦 侠带着恶作剧之吻的高人气 薄园崇和弟弟薄园收使组了一个四人摇滚团体 No Where 兄弟联手创作出许多音乐作品 例如出道单曲Another World 就是由他作词与担任主唱 弟弟收使担任作曲与吉他手 也是这个乐团最出名的歌曲 大家可以去找来听听看 你会发现薄园崇居然会唱歌 而且还是唱Rock的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台北体育场台湾被媒体称为宠丛危机 因为粉丝们追星的程度已经形成一种社会现象 为了看薄园崇一眼 大批粉丝包围机场 包下计程车全程尾随 因为人潮实在太多 经济公司请来30位保镖维护秩序 西门町还特别为了他封路 仿佛一个不小心 薄园崇就会被粉丝们抓回家当宠物似的 同年8月 他带着与弟弟组的乐团No Where 在台北体育场举办3万人演唱会 现场座无虚席 人潮推挤 加上看见偶像太过兴奋 居然有100多名粉丝嗨到休克送一 可以说 千禧年前后讲到日本偶像 谁不知道薄园崇 时间进入21世纪后 薄园崇的人生开始有了巨大的翻转 他先是在《爱神》二作剧里 与模特儿出生的田野浩子假戏真作 传出交往的消息 接着在拍摄日剧《爱相随》的途中 他又因为罹患了严重的肩颈挽症候群和偏头痛 不得不中断拍摄并推出剧组到医院休养 这段期间田野浩子推掉了所有工作细心地照顾他 让薄园崇非常感动 两人也在2004年低调结婚 让他的女粉丝们相当伤心 加上休养期间没有星座推出 原本火爆的人气开始受到影响 没想到新婚没多久 薄园崇为了要劝一名男子 不要霸占公共道路洗车影响交通 两人发生争执的过程中 他出拳打了对方遭到男子提告 要知道 一人发生这种当街打人的伤害事件 在道德标准甚高的日本社会中 就等同于自毁前程 虽然后来他以T拼偷 鞠躬90度的方式召开记者会谢罪 并赔款表示反省 但此事件已经重挫薄园崇的形象 更惨的是 事件发生不到一年 他与田野浩子就宣布离婚了 这段只维持了一年八个月的婚姻 让薄园崇的演艺事业出现断轨式的下滑 许多工作不是遭到取消 就是被换缴 尽管在更换经纪公司后 他还是持续有新作推出 并尝试转变形象 接演许多突破性的角色 但戏份与发挥空间都已经大不如前 工作量也越来越少 根据我粗略的统计 结婚前十年 他大约有40部左右的作品 结婚后十年 他的作品只剩下十几部 而且大部分都是小配角 或是客串的性质 只有因为在蜂蜜幸运草 演出一个讨喜的角色 有稍微挽回一点声势 事后回顾伯源崇这段低潮 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据说这段感情 一开始就遭受多方阻挠与威胁 然而两人还是力排万难 修成正果 后续也传出是因为他惹到 有黑道背景的幕后大咖 所以就算离婚之后 他的事业 还是被这股不能说的势力搞垮 其实这些小道消息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随着时间过去 如今已逐渐被人遗忘 甚至相关的报道与画面 现在也找不太到了 所以才会给人一种 他突然消失在荧光幕前的错觉 伯源崇的演艺之路 既像是场恶作剧 也像是颗稍纵即逝的流星 还来不及赞叹他的美丽 他就划过天际消失了 工作上遭遇打击 加上本身事业心也不强 上一支有他演出的作品 已经要追溯到2014年了 最近关于他的消息 是他与《内田有记》展开交往 这位在90年代红到男女通吃 家喻户晓的女明星 是许多日本人眼中的梦中情人 像小丽群当初就是为了见他一面 才加入演艺圈 之后我也会找个时间来介绍他的 伯源崇与《内田有记》 都曾经是业界的单红炸子鸡 两人都经历过失败的婚姻 从1995年合作拍广告之后 兜兜转转 才发现彼此这么契合 虽然这些年 他们一直都有被媒体拍到 但他们交往至今 一直都没有结婚或是生小孩的计划 只是维持着一种成熟的伙伴关系 如今伯源崇更是接手了 《内田有记》的经纪人工作 他没有眷恋舞台的灯光 默默地担任起幕后的角色 照顾着《内田有记》 两人低调的恋情 虽然少了《美光灯》的关注 但也多了一份平时 2013年版本的恶作剧之吻 《Love in Tokyo》开播 年近40的伯源崇 以彩蛋的方式客串一声 成就了两代植树 在走廊上相遇的经典画面 掀起一阵话题 在戏里当年的《入江直树》 完成自己的梦想成为医生 在戏外 伯源崇则是告别青春偶像 少了万人空向的追捧 但他真诚地面对自我 活得更加自在 一席白跑云淡风轻地走出镜头外 这一刻 一个时代好像正式画上句点 在许多粉丝心中 不管恶作剧之吻翻拍了多少版本 最经典的《入江直树》 永远只有一个 所以当他的身影消失在观众的视野 才会让人不禁想问 伯源崇到底去哪儿了 其实他哪里都没有去 只是做回了自己 那个终于内心的世纪末美少年 提醒一下在影片最后的小一场开始之前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帮我按个赞 或是分享给身边喜欢伯源崇的朋友 对我会是很大的鼓励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